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 瞩目的画心练习的跟踪分析 我们现在开始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王子量训理论 实践教学基地 王爷集训版画心练习分析 那么和动态跟踪 今天是2013年3月14日 那么叫刘志勤 是世界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由于实际紧张 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念了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郑重声明 那么 世界除了血缘群之外 还有两个大群 其中一个大群是 扣扣群 新光 亮学新光驾驭 群号是655124809 另外一个群是 66亮学解盘室 当中的执行刘结架 群号是902232 那么这四个群 都是王爷世界 传授和泛杨王子老子 郑总亮学的平台 不守费建古 不带坑制裁 本人 蒋语龙 网民 凤铭杨是王爷世界 谈对的管理 那么我们这个化学练习 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 世界的积极教学的内容 那么化学练习一般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周末化学练习的 跟踪分析 第二部分是 知识性流解 没旧一流 那么 化学练习来 我们和大家就留过 主要是让大家理解 世界 其询办 教学的知识 目的是 培养大家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训练大家 选拷的理念 什么是切弱 什么是综合分析 第二个是培养大家 动态看盘 泰伦流强的辩证思维 批评定一根线道具 第三个是设限 符合预判以后 我们按照短线 经贴的标准来执行黑业 那么培养大家的执行任务 主要是这三个目标 那么我们开始 这个 就我们的化学练习的跟踪 化学练习的跟踪 我们上一周的世界 布置了六次作业 我们一指一指来看 第一次 是C茂莱 C茂莱呢 这个我们在散热筛 就是走日的晚上 和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来看 今天的走势 那么 走日的世界 布置作业的时候 它是一个数量散热 然后呢 站上高量的设定 我们和大家交流 我们将这个 上线呢 重线呢 我们就是它的设定 这个 下线呢 就是高量的设定 那么上线呢 我们是 参考它的设定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交流了 那么 统长情况下 第一次不设定 它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 一次试探 主要是施工 我们特别还强调了 这个量学的原理 这个上瘾 重高回落 在粉丝图上看 它就好比是一根引线 那么这个引线 总的又是高量 又是引线 所以主要它会做一个 试探或者施工的动作 回踩以后 那么再进行上过 我们上一周 步骤了 发现那些 纳瑞雷达 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知识点 相信大家都已经掌握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设定 如果重高的话 不要去追 只有它 站稳了这个线 三十分钟以上 然后呢 量呢 这个量 只说是缩小的 或者是平量 那么 咬住这条线 我们再看它 后续的表现 那么这一天呢 刺热 我们看 它直接就是一个跳空印 跳空印 跳在了哪里 跳在了这个 下线的下方 那么大家说 我们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动 能不能动 不能动的 打烟 不能动的打烟 能动的打烟 这样说 能不能动 按照我们讲的 盘前散现 研判拐点 对吧 盘前散现 研判拐点 我们应该都清楚了 那么 重线或下线之间 是一个 紧慎持股的区域 那么直接 挑空扑下线 是什么 就是一个弱势 是一个撤退 如果我们时钟 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去动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他虽然有一个 上冲的动作 虽然有一个 上冲的动作 但是我们看他的面部 那么明显的 人线不耿 而且人线在临着之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 然后一步比一步几 一步比一步几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能追的 那么不能追以后 我们看 然后今天 今天是 他 第一开 灰彩 然后 逐步上行 那么这灰彩这条线呢 是哪一条线呢 这条线 是因为我们 世界的看盘资料啊 他能看出来 这三天的人线 我们看 他的人线 在这天的人线啊 正好是 178块75 我们要光表 移到这条 移到这个价柱之上 我们就能看到 然后呢 我就早上啊 我就把这条线画出来 我想这个票啊 唐太啊 他再不踩人线 然后他基本上 比较尽准地 踩人线 因为他是 100多块钱的票 这样就200块钱 按照千分之业 1000块钱就是 这个1块钱 100块钱就是1毛钱 那么 他无常可以 在2毛钱左右 我们看他的 最低是多少呢 是178块6毛 这个是178块7毛5 上差几分钱 那么这是一个净准 净准 我们看他的面部 他是逐步上行的 嗯 啊 逐步上行的 但 他是一个假男人线 啊 人线没有顾临着 啊 人线没有顾临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 那么 我们看他的人线 第一点的人线在这里 第二点的人线在这里 第三点的人线在这里 人线 老师告诉我们 是人气线 就说明这三点的人气 是逐步下降的 重性也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是看跌房长 啊 看跌房长 嗯 那么 有了看跌房长以后 我们算性怎么实施呢 以这一点为重线 啊 以这一点为重线 嗯 我们这个图上啊 大家比较清楚 啊 以净净的水环架为重线 以他的二一位 作为下线 那么由于 这种 个股 我们说过 他波动的幅度 比大盘要大 所以我们的参考下线呢 放在他的射底 如果他的射底 按照接点车向 他的接点不但抬高 那么他就进一步 上控的动能 那么上线呢 我们由于这个 中心 以这个射顶比较近 那么我们向左看 左侧这个高量 就是他 也是这个硬 跳空硬的 射顶的位置 因为这些是受盘价 他跳空硬 那么他实际上 就从这个位置 跳空下来的 这就是他的射顶 所以上线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上线 中线 下线 啊 那么我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 这个票量 他总体上 他是先上筒了两次 再回踩了一次 这也是一个 爽健的变异形态 那么如果刺热 明天开盘 开在IEV的上方 如果回踩 IEV不破 量部经常正三位 常态 他就会出现 一个上控的走势 啊 我们动态开盘 反之 如果开在IEV的下方 那么向下回踩 我们就耐心观察 到下线的位置 能不能出现 整级抬高 啊 逐步抬高的走势 我们再去观察 如果不能够确认 我们就 继续观察 不要动 还听说 顺忍手的打一个按 轻忍手的打一个按 这样讲啊 轻忍手 轻忍手打一个按 好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化线连线 那么第二个化线连线 是 玉桶科技 那么他原来是 C玉桶 前五天是 不是掌级板 不是掌级波限制的 现在五天以后了 他的名字就恢复了 把C字去掉 叫 玉桶科技 我们看 那么 世界布置的化线连线 是在九日的时候 他是连续连线 说三 然后站上了 这一天 设定之上 那么这个设定呢 是连续两个条骨 那么预判了 他可能成为王牌 但是这个柱子呢 他是一个 假阳阵阵阵 那么常态 是条的 那么我们就说 我们下线呢 可以是他的设定 或者是他的设定 作为预判黄金线 上线呢 我们看他的设定 同时参考 最近的 这个高端的设定 那么我们看 他在 刺的走势当中 他是 激开 有一个 回踩和上筒的动作 然后呢 尾盘呢 不是啊 是这些 他是激开 这些又收在下心之下 那么收在下心之下 那么同样的道具 我们是不能动手的 对吧 这是一个 特推曲 那么他虽然盘中 有一个上筒的动作 我们看他的量部 也可以参考 看他的量部 这个时候 可以看一下 确实理解量部的知识 量部是不是近扛 那么 这些 他上筒的时候 那量部不近扛 那快速上大的时候 然后 一步 比一步 你看这个步伐 在这一步的步伐当中 他有一个减少 这是一个 那么这第一步呢 他是一个 散一步 第二个是散一步 第三个散一步 第四个上大的时候 灰彩 他铺了一位 然后铺了这个位置 逐步走直 逐步走直 所以我们早上呢 可以先看一看 可以先看一看 那么逐步走直之后 那么这地方 就在宁州之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然后我们就内心观察 然后今天 实际在盘中 做出了一个 提前指导 叫他回踩到位 我们看啊 他的下险 往下踩 因为这地方是连续两个跳空 那么他向下找几 向下找杨士级 参考去续续 但是他把杨士级和续续都大乐 那往下走的话 因为 以这个柱子为基础 他后三天的走势 是加低量缩 这是一个将军柱 那么将军柱不可靠 踩现确认踩张好 那么他踩现 踩自身 那就是杨士级 踩这个甲印正阳 他就是元帅柱 因为这是跳空啊 那么踩到这个之法 这两个都是元帅 我们看他的下 踩的是什么呢 这个甲印正阳的设计 那么这地方也是一个 他是100多块钱的票 他也是一个净准 他这一位是多少呢 是132块5毛8 我们看这一天呢 是132块9毛 这个呢 就没有港帅那个票 踩的净准 那么5毛8和9毛 无论4毛1分钱 这个就不叫净准了 但是他向下踩 没有踩漏这个地方 没踩漏这个地方 没有踩漏元帅 同时这个是高量 所以我们用来 会踩有效的 然后量部的话 我们走来看 这个量部呢 他不是很典型的剪刀 是啊 那么我们看 造盘 他这个剪刀 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如果快速 拉上去之后 实用在人性上方 就漂亮了 但是他后面 搞定不搞之后 破了人性 然后反复 踩了多次 然后才逐步算型的 所以这一种呢 就说明 下方的支撑 还不是很强劲 所以 藏在刺了 他还有一个整理的过程 那么 这个整理的过程 我们具体来看 那么首线 我们设 它的水盘价 作为中线 下线 我们呢 看杨世纪 因为杨世纪 它没有有效地传 我们仍然看 下线找杨世纪 然后上线呢 我们看 看左侧搞亮的 许领 因为这个水盘 一直没有有效站上 所以我们仍然看齐水盘 那么这样 三星我们就设置好了 然后举起来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 这是 上弓的一个动作 上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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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散听上筒 然后再一次会踩 这叫散同一踩 你把弹枪之后啊 一个弹枪 弹枪向上 长径向下 这是标准形态 然后呢 同两次 同两次踩一次 这也是的 变异 同三次 踩一次 也是变异 那么踩过之后 立刻上涨 是标准的 那么它以后 整理一到三天 把数量 再上 那也是变异 这种变异形态啊 我们要注意去 实际上 注意理解 管境要理解 它的量学原理 它的量学原理就是 选数量去解放高量 看上方的套牢筹码怎么样 跑压重不重 那么如果跑压比较重的话 主要就能有跑压 它就会向下回踩 看下面有没有支撑 同时把上面的筹码 通过这种打压 能够把震荡下来 震荡下来以后 只让整个市场的 短线筹码的成本 保持比较激进 它再次上当的话 相对来讲 那么这个成本呢 就是 这个 整个市场的货量 就能处于一支 同时来能把市场当中 不检定的 这个投资分子 能把它侵蚀掉 那么主要是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现在呢 它是一个扇 加几根图子 通过四次回踩的 那么我们 按照这个扇性原理 进行动态看盘 进行动态看盘 那么清楚没有 清楚打算 清楚打算 好我们再看 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划行定线 叫永性制程 那么永性制程呢 我们和大家讲了 我们在前期下 这个票啊 它是这个 阳东应少 阳东应少 阳成潭 阴分散 那么主力资金 经常比较明显 是一个趋势票 然后这条曲线呢 就是左侧的 那么这个 铁板高亮的缝顶线 那么这条线呢 就是一个胆起生命线 啊 这条线 就这条线 突破了以后 它可以是 灰彩确认 如果这条线 被有效打漏以后 就是说 打漏了 反求不过 那么 就说明这一块 突破是有无效 所以这条线呢 是胆起生命线 那么挡下来 我们看 那么 我们当时 交流的时候 这条线 这条线 是我们 日盘的环境线 啊 因为它是 散热 加上这条线 但是刺了下来以后 打漏了以后 这条线 就敌破了 然后呢 我们参考其 这条线 那么这条线 也敌破了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看 总线呢 就是说它的收盘价 上线呢 就是说它的设定 因为这是一个 中英文线的 小起步三个度点 我们看 这设定 然后下线呢 看这个设定 你这个网络不是成定了吗 你成定以后 那么你现在不怕 它这个设定打漏了吗 我们看它的设定 那么参考呢 参考哪里呢 参考这个地方 这不是一个高量吗 这不是一个 跳空的高量吗 跳空的高量 完美成定了 跳空的高量 完美成定了 对吧 那么 这个不就它的 圆摔吗 这个圆摔设定 和它顾缝的这个 设定就在一条线上 这不是一个小平 是一个小平行缝吗 就是灭缝的 一个小平台线吗 那么我们把这条线 相对来说 支撑比较强 那么所以挡下来 我们写 这个是中线 这个是上线 这个是下线 参考这个位置 参考这个位置 那么常态 最后引 常态它技术要着急 技术要着急 我们冷静观察 冷静观察 等它着急以后 那么有确认 看确认的强弱 我们再去 以集合大盘 再去 学些体会 不复这条线 都输入正常的调整范围 都输入正常的调整范围 还清楚了 清楚了打一个四 清楚了打一个四 好我们继续 那么 第四个案件 是蠢烈疫苗 那么蠢烈疫苗 我们说这个票 总是比较稳健 那么整体 这些抬购 那么我们看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票整体的进购 我们当时和大家交流了 关键的这个条线 就是这条线 为什么是这条线呢 因为这个影的出现 导致了 这后面 连续的下跌的趋势的形成 所以这个影 是这一步上涨的 确认这步上涨 结束了一个转势因 就是转势 有转 转跌的 就是取势出现的转变 叫转势因 所以它的设底 是空方取得 决定性的生意 多方取得失败 被打败了一个 标志性的因 所以这个设底 就是我们常说的 凹口平衡线 所以这条线不过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 它是个强阻尾 它是个强阻尾 而且这个阻尾 它没有明显的数量 所以统传情况下 容易过 阻尾可能会有试探动作 那么我们看 这个阻尾 它根本连试探 都没有试探 它尽准打了这个位置以后 开始挥踩 开始挥踩 那么这个地方呢 目前 以这个阻尾为基础 我们看 这是一个调控阻 为基础 王牌它是成立的 王牌它是成立的 那么入到这个阻尾以后 它尽情是一个 调控阴 长腿下来的 那么我们三星 怎么设设呢 第一个 上线仍然是在这里 下线 就是在这里 这是它一个预盘环境线 那么 我们 可以把这个设顶 作为一个参考的上线 因为它今天已经打热了 那么 这是一个预盘环境线 这下面呢 这支架 也是一个预盘环境线 我们看 阻力怎么走 重线就是在这里 那么 这个票呢 我们要取试 我们要注意一点啊 一个 如果能够阳盖影 长腿台湾之外是进货 反正 那么如果出现双印 而破了这条环境线 破了这条环境线 我们就要保持足够的紧接 什么紧接呢 大家看 那么 这个地方是 它开板的高亮 那么这个地方呢 打漏掉了 我们从这段开始 那么这个 这个台阶比较小 我们后练 这是一个阵级 这是两个阵级 这是三个 这是三级台阶的地方 那么 三无精致 长打线 那么我们就要防范 这一步是一个 试探性的进攻 然后 它回踩进来 散 五打二散 三打一 它可能会打到 这个位置 打接 打这个位置 附近 然后 如果大盘 大盘账号有点调整嘛 再次进攻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态看板 档下 我们是守住这条线 如果出现 双印破线了 我们就要 可以保持跟踪 那跟踪时间 就比较长了 它就出现打接 打接的时间 或打接的幅度 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这样表住了 散接阵地 动态思维 还签索了 趁索打一个五 我们一定要辨证看板 千万不能一根进到几 趁索打一个五 我们继续 但这个票呢 走势比较稳定 打接下来以后 常态 它还会去进入的 打接下来以后 它常态 还会去进入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保持跟踪 喜欢稳定的朋友 可以使劲长一点去跟踪 可以使劲长一点去跟踪 然后我们看 第五个化线令旋 是龙剑股份 那么龙剑股份 我们后来还记得了 我们说这个 旧幕的时候 那么在中国的独岛下 那么沙特和日朗 那么经历了外交关系 他们之间是死跌 打走了年的仗 在中国的卧权之下 那么一个是证明了 这个中国是爱和和平的 第二个 那么证明了世界 这个世界 这个是中国在 国际上的影响点 越来越大 这个中国的这么一种 外交纪念 得到了越来越 最终度国家的认同 那么这样就有利于 中国走出去 就有利于中国的 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我们讲这个票呢 它是一个一带一路 清洗掌势比较好的 但是它是一个取势部 那么我们又看到了 走一的时候呢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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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越来越境界里面越书了 但是那比较好的票呢 就是一支班 没多大的机会 所以就没有强行去讲 那么这个票呢 它是一个高开 这个阻力比较狡化 它是高开一个 下行的走势 我们当时就说 要顶住这条线 它如果强的话 就顶住这条线 半个小时以上 不要铺这条线 那么我们看看走势 它是不是高开 高开以后 快速的跌破 是不是高开以后 快速下刹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 半个小时以上 占我了这个线 所以这个地方 也没有机会 我们只要把我标准以后 就一点就不怕了 对吧 快速下刹的 所以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 不符合我们判断的标准 是不是啊 大家说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啊 有没有朋友 这个下车人员 有没有啊 有个打个按 我看 你是不是很爱啊 只要我们按照过来 我们这个 郑 郑学长打了的吗 他过来的时候 打了吗 不会吧 是不是挺错的啊 没有就叠了嘛 那么 所以这个地方 是没有机会的 然后今天 它是一个跳空 get 跌不跌 是一个跳空上行的 但这个跳空上行的 早上啊 这个步啊 它就是一个 早双风行的 早双风呢 我们讲过了 早晚双手 斗以所动 那么这个早双风呢 我们很多朋友呢 它和口龙步啊 和这个 这身步啊 退身步 它分不清 我告诉大家一个世界 一定要量价 喝一看盘 你看它这个量 它这个量 不是主动 取量去进攻的 而且 这是找完 极客进行家的量 极客进行家的量 一半都比较大 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放量 这个放量呢 它又不是持续放量的 所以它就不具备持续性 我们在训量步的 这个 呃 省城的 其他基本元素当中讲过 我们讲这个 波轮的时候 分为正量步 数量步 那么这个根本就不是 正量步 我们找 比如说我们看 啊 比如说我们看 找找盘有的票 碰版的 好 我们看一个 到时候我会强细一下 那么 比如说 这个 我来找一支票 啊 哇 这个票 那么它速量下来以后 这样一种碰版的 也不是特别好的啊 因为你看这种票 它是板上之后 板上之后去淋版的 淋版之后 它必然放量 它必然放量啊 左盘实际量你看不出来 我们再找一下手板的 找一下手板的 那么你看 这样的票 它就比较明显 那你这种不是 左盘几个金价了吗 然后呢 它这样 是有序放量的 有序放量的 有序放量的 这样的票 它走势就比较稳健 然后你 才开始放量 放得比较大 比如说 第一个量放得比较大 然后呢 后面量呢 又不能跟上 就放一点点 再放一点点 然后调整的时候呢 往下回踩的时候 量不往下回踩的时候呢 这个数量缩不下来 啊 数量缩得也比较小 就和我们这个量 重要的 你 最好呢 是问候放量 你第一个量 就比较丈量 然后呢 这个就不太好 如果第一个量 不是很丈量 然后问候放量 数量缩得比较快 那么这样的票呢 就做的空盘比较好 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双方 如果你起步的量 比较大 然后放量呢 又不是有序放量的 这种 问候放量 虽然是问候的 但是数量缩得也不好 那么这样的票 往往是 找金仿的一种 量贝的形态 那么后面的量 它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时候 那么 找盘的这个缝 它就形成找金仿 所以我看我们 有的朋友在群里面 像极解 那个像极解 你可以自己顺其解 你不能在群里面放 你在群里面放以后 大家有的 我们很多人还是信息 他认为你放的比较牛 然后给你分极是像极解 这个要把它带骗的 带骗了以后 很难能把它矩正过 所以我们有时候 营业里是一块白纸 一块白纸 一块白纸的话 大家都好去画画 然后你 你正常的话 把大家这个白纸 画得烂七八糟 好 赖八糟以后 大家抽到我们的互本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这个 自己去学习体会 是 我们是 鼓励是幻影的 但是呢 这种 不要再 可以提问 但是不要把 这个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 作为一种 作为一种 这个 这个 这种 我们很多兴趣呢 它倒是往往被 被骗掉 被误解 大家说 我这种 记忆是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呢 我就等着我没有说 我是 我是 这个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们有些朋友 发个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 你可以提问 不懂 可以是问 你把你的观点 一发发 就把大家一起 再骗掉了 但他认为你讲的是对的 他觉得你很牛啊 他就是讲的是对的 就是说 他自己的变不过来了 他救不过来了 他形成个思维惯性了 这样就很麻烦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种呢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找尖缝的形态 找尖缝 找双缝的形态 大家看啊 你看 这个量 它没有明显缩下来 然后呢 放量 这次就形成了高量 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呢 量 比第一步量还小 然后形成了双缝不过 这样的形态 它就会出现 以后量越来越小 那么这次就会 形成了当天的最高点 你追进去的时候 往往就追到最高点的位置 所以这个找尖缝 找尖缝啊 我们特别要注意 特别是对兴趣 特别要注意 那么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原因就是 这个阻力准备不充分 准备不充分 他也是搞投机 他拉一把 他前天进去了 第二天拉一把 你有人跟风 他就对给你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 持续上攻的一个计划 一个持续上攻的一个计划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看 那么它今天呢 形成了一根高量 那么高量就很简单了 我们三星怎么化呢 我们三星就这样来化 三星怎么化 三星就这样来化 以他的手盘价作为中线 以他的许顶作为上线 以他的设计作为下线 然后看高量资深的工法 因为高量资深 你高量不能跌破嘛 你高量跌破了 那么常态失跌嘛 那么你如果穿新高 虽然穿新高 那么就看他的许顶 看他的许顶 如果有技术上的动能 就看他的许顶 那么中线就是他的手盘价 那么下线就是他的开盘价 这样我们来看就可以了 以高量资深作工法 那么前期呢 只要不铺这个封顶线 只要不铺这个封顶线 在这方面支撑 他都属于一个健康的支撑 就说你左侧啊 竹列跑压比较大 跑压比较大 或者下面跟撞的这些人 在这上面觉得 竹列有一定的涨幅了 他不愿意再跟了 你哪的时候我就跑 所以这个时候呢 竹列会在这上面做一个洗盘 这个洗盘 只要在这条线之上 然后量能够收下来 然后在供方节奏比较倾斜 这个时候他才会出现建构 好吧 我们散心和感性的生命建 我们都和大家表清楚了 大家可以清楚了 清楚打一个 打一个欠 清楚打一个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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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六个是这个数字认证 300579 那么这个票呢 这个应该讲是 你这个票在这个嘴的时候 也明显的提醒了 大家 那么这个票呢 还是走的比较漂亮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周末的时候 我们也和大家讲过 周末的时候啊 就是 这是一个小作文啊 对吧 网上传的比较厉害 就是说这个 微软啊 发行一个用户 就是您的用 您的数据 数据 将转移到国外管理 那么 您是否同意 那么我们肯定不同意 它不符合国内的法规呀 我们中国的 国内的用户 只要怎么能放到 国外去处理来 那么那反过来 如果都不同意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呢 导致这个伟然退出中国 那么伟然退出中国 那么必然有一个 那么国产期待 国产期待的没有行业 所以这个软件 它就是 这个呢 没有得到官方学校的 这个认可 所以周一的时候呢 软件有所发酵 那么它出现了一个 重大大量 那么重大大量 那么 我们当时给大家 画了上线 就这条线 你只要 你只要 守住这条线 啊 我们给大家画了这条线 你就只要守住这条线 那么 下方它就可以进攻 那么它开在这条线的上方 然后稍微回踩了一下 它踩的位置呢 踩到这个 背量的设计 啊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这个心画的不准 为什么呢 我们向左看究竟地比 这是一个日盘环境线 只要能够守住这条日盘环境线 那么主要是净准 踩到这条环境线 我们看它 这个 这支架 是三十块四毛 这些的手盘价 是三十块四毛四 按照千分之一的原则 正好是四毛钱 四分钱 它属于一个净准回踩 那么净准回踩的 这是一个日盘环境线 啊 就说明 我们 这个散现的原则 我和大家交流了 但是我没有这些 那 想走看究竟地比 那究竟地比的环境线 应该就是这条线 应该是这条线 这条线是最准的 进入回踩到这些地方 那么它手盘是在这个位置的 更好 这个开盘 那么出现一个大洋 那么这个大洋走失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以这个柱子 作为共防线了 这个柱子 究竟地比 它又是最近的高量 那么这个 究竟地比 我们怎么去做共防呢 因为这些是个 四个点的掌控板 那么我们就以四点 作为什么呢 作为它的中线 下线 以这个射起的 上闪一位 你不能以爱一位 爱一位就幅度很大了 而即兴的爱一位 上闪一位 作为它的下线 上线 于其四点 那么 这个呢 它进准回踩 上一位 然后呢 捅过了上线 但是有一点不好 在这方面 它说 尾尾放量了 尾尾放量了 那么尾尾放量了 怎么办 那么我们量 我们闪线 按照闪线 我们这次和大家焦虑的 盘金散线 那么盘金散线呢 大洋的爱一位 作为它 继续的 你刻了大洋爱一位 那你干嘛呢 你就是 叫刻板洋 你是减差的 所以这个地方 就比较弱 那么 但是它今天 这是一个高量 那么这个高量出现以后 它又是一个影 夹阳振阳振阳振阳 所以我们以它的 水盘价 作为中线 以这个大洋的爱一位 作为下线 以这个高量 这个自身高量的 借铁这个高量 就是今天这种高量的 需爱一位 作为上线 这样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工考 只要能守住这个爱一位 只要能守住这个爱一位 那么量能够缩下来 那么不但去上筒 常态还有技术工作的 上工的动作 如果手 量缩不下来 那么 这个大洋 就可能会 可靠性不高 可靠性不高 所以我们动态来看 那么重线 以这里 下线以阳爱一位 上线以 今天这个高量的 需爱一位 作为上线 作为上线 来进行供法 那么最好呢 这个 鸡 次量度出现之后 在有数数量 那么有数数量 因为 这个量和这个量 是微微放大的 那本质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以此柱来做网牌 如果此柱 那么在我们的看板软件上来看啊 看板软件上的这个图 要更大一点 表述的更清楚一点 大家看 这段放大的是微微放大 那么这个柱子 它然可以作为 麻烦就是记住 没关系 那么如果后面 它量出下来了 比如说啊 我来画一个试图 比如说 明天 它这页 说的散页 或者散页以下 然后亮出来 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高开 或者上铜 这样一个灰彩动作 那么 刺了 再来数量 然后 比如说 站在这个直上 那么大家看 它虽然进行量放大了 以此柱为奇数 它后面凭准是数量的 然后呢 价格呢 是上涨的 这 这也是一个黄金逐称 你反指 如果出现什么走势呢 出现 量 说不下来 然后呢 价格呢 反而再下跌 我就是捅人 我就是捅人 下跌的 然后你看 它整体的 这个价格的走势 是向下的 然后呢 量呢 放数量 数的不明显 价格跌的快 量数的慢 这就不是量价并离 那么这个就不能够勾结完牌 这个完牌增量就比较差 最后有点 它常在会破碍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呢 是价格 将军主 要找价格跌得满 比如说这样去慢慢跌的 然后呢 量呢 数得很快 量数得很快 量数下来了 那么量数得快 价格跌得满 它也是一个想跌的并离情况 我先说 那么我们三星共防 是这样共防 但是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整体预判 我们要先中有数 它签索了 签索的 打一个九 签索的打一个九 三星我们是这样试着 但是在它后续的走速当中 我们要一个动特的预判 我们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哈 有时候啊 我心里也有点小纠结 什么的小纠结 大家看的时候呢 一会儿大家都 说懂了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呢 我发现大家 我发现时光的时候呢 大家把我们这个九龙的内容啊 它又忘记了 它根本就没记在心里面 没记在心里面呢 它在社团当中呢 它就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最后呢 它还是爪下 所以我就感觉到 在最近呢 可能大家要 比如说 把这个内容看过以后 自己把发现链线 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自己再画画三星 再画三星 然后再想一想 讲四星 为什么什么 他讲的对不对 我是怎么理解的 这样的话 来加深一下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大家说好不好 如果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 希望对大家帮助 大家这样去做 建议大家这样去做 你一讲就明白 一做就迷糊了 主要自己没有做 你自己要去画一画 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 看画的对不对 江四兄 为什么是这样讲的 然后再基本上 江四兄怎么讲的 然后把视频走出来 再看一看 这样的话呢 就能加深印象 加深印象呢 你射盘的时候呢 你就会能够 比如说 就比较清楚了 否则我们很多朋友 就听一遍 听一遍以后呢 他就不管了 不管了以后 哪能记得那么清楚 就像小孩子这样呢 我们经常骂那个小孩子 多数 你又不预计 然后呢 老师在课堂上去讲 然后你就叠了两个耳朵 一个眼睛 对老师望着 然后老师讲完以后 你又不复习 你又不做寂寞 你考试的时候 能考到高分吗 把小孩子 得到大一顿 骂一顿 你是怎么学习的 学习之前 又不看书 学习之后 就不复习 也不做作业 能考得好 你看给你 哪个哪个分子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 是不是跟我们 小孩子犯同样的毛病呢 我们讲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头头是 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一样的问题 那我讲个不好听的话 你刚才的小孩子 学习不懂 就是学的是你 因为你这个 做父亲的 或者做爷爷的 经历了个不好的榜样 他们学的是 你是个鬼啊 对不对 你讲那个小婶子 讲那个儿子 讲的头头是 然后自己的时候 带头就这样子 那你贵谁哟 对不对 他们往里去让他笑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认证 一定要认证 你负责自己 胡自己嘛 对不对 你不能多数十一汉多年 对吧 不多数十一汉多年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讲最后一个 讲这个 智行牛姐的这个 美女一流 那么这个美女一流呢 我们就讲 六八八五二 这个赖瑞雷达 那么赖瑞雷达 这一支票呢 当时呢 我就感到一点遗憾 就是一个朋友 在刺了 大洋出来了 他就问我怎么办 那么其实在这一天 我这个图啊 保留着的 对吧 这是一个时空证人 那么就老实起来 如果我们借的这个图 热箱上面 粉丝上面 定义的是这个图 那么就说明 我们是当天画的图 你把这一天 过去了以后 你后面你画不出来 那当时我表住的 来 连续调控 超过四个顶的大洋柱 那么脊柱性 等三天 三五八天方向学 根据辅助的量价应阳 如果后面 这个柱子是高量 它后面开始缩量了 我们就跟着它 量价应阳 和高波机械 和指引观察 和持股观察 常态 还有一根大洋出现 具体动态看法 我讲得很清楚吧 我讲的远击一个 大家讲了 这是第一根大洋 这是那王牌柱的第一柱 这是第二根大洋 王牌柱是第二柱 再出来一根大洋 就说明三级经济 三级经济 它就应该出现大千 你一个是四个电影以上 两个是四个电影以上 三个是四个电影以上 实际上就是两次回马了 那么我讲 如果它做辅助的话 它常态 还有一根大洋 如果直接拉上去 是一个大洋出现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 高考这些 或者止盈 我是不是这样讲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记住 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不是这样讲的 大家有没有人记住 记住的答案 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讲的 应该讲得非常清楚了 对吧 哎呀 我们王小洪学长说是的 好 我们看 我们接近的走势 所以世界的作业 我是认真的学习的啊 你看 接近的走势 接近的走势 在接近的时候 我们就有朋友讲 怎么办 我想说很简单吗 你常态这是一根大洋了 你再出来一根大洋 对吧 常态不再出来一根大洋 这大洋不出来了吗 出来了你告破吗 你等到后面去调整吗 看来往下 让它调吗 因为这个大洋 是调整之间出现 还是 紧接着后面就出现 那么 我不好确定 我不好确定 那么它 必然还有一根大洋出现 那么常态在这个位置 你就不要走 你可以告破这些 你可以 你可以吃骨 你可以 这个吃你 千万把他把票数丢掉 然后这个大洋出现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最后两步告破了 对吧 最后两步告破了 那么 你告破之后 你比如说 这个地方 你是一个高点不高吧 你不走 下来以后 这是一步反弹吧 你这个反弹 过就不过 你是不是要显出来 对吧 好 那么 下来之后 那么这点是一个缩散的 那么缩散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柱子 以此柱为之柱 以此柱为之柱 那么 这是一个调控 这是两个调控 这是三个调控 那么 以此柱为之柱 目前 他是不是在构进一个王牌 这个王牌 他是重心是向下的 我们看 那这是辅助的第一点 他的 人线 是这个位置 这是第二点 而且守的事业 他人气 人气性是下降的 那么他就可能要 勾兼将军柱 那么勾兼将军柱 我们将军柱不可靠 我们就内心地等 看他怎么去调整 这个票呢 我们还可以保持跟踪 还可以保持跟踪 因为呢 根据他后续的这个量领看 这个量和这个量比 它是位数量的 位数量的 然后 守的呢 这是一个假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假扬阵 假扬阵 人线没有过临轴 假扬阵 人线没有过临轴 次常态失调 那么 他呢 首次来是数三一的 而且还有上筒的动作 那后面再调整 那么这调整 我们看他量 在有序数量 我们看他踩在什么位置 你不管他踩在什么位置 他踩在这个位置也好 踩在A位也好 甚至踩在这个摄影也好 我们都 我们都内心去跟 只要大盘有齐稳了 然后 结合他的动态走势 我们可以再去担心 抢一把 担心抢一把 担心抢一把 那么或者呢 你这边没有走 那么在这个位置来 你就过跑这些 你就过跑这些 把成本往下弹起 在那边成本越紧 你拿条的心情就越做 还清楚了 所以这个票 调整以后 主要还具备技术上空的动作 所以这个票呢 每日一流 我们的世界 这个票 我们分析得很清楚 第一次是世界 有一个试探和施工的动作 第二次调整之后 连续上涨 那么这个票呢 我们还保持持续续更重 这个票很简单 这个票的量子允减 我们要认识去 尽解 还清楚了 签索的打一个五 签索打一个五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最后大家就要留到这里 八点呢 世界会上传授评 大家注意要看世界的授评 这段时间很重要 这段时间很重要 大家要认真地看世界的授评 世界对大盘的风险 对板块的风险 对仓位管理的风险 我们一定要重视 好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 就要留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马上 陈多元落了一树上传 落了一树上传